大家好 我们是做生拉伸模具的富士冲头 那么今天通过这段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生拉伸模具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技巧 那么在我面前摆着一款马达外壳的产品 这些马达外壳是用在汽车上面的一些电机 比如说窗户的上下 还有余刮器的左右摇摆 包括天窗的打开关闭这些 就器材上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的电机 就是我们所称马达 那这种马达的外壳都是通过我们生拉伸的模具来制作出来的 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就是负责生拉伸模具的设计的工作的一位工程师 那么接下来我会和他一起向大家来分享 这个马达壳某一些尺寸精度保证方面的一些技巧 那么小工我们知道这个马达外壳 它有很多一些尺寸要求都很高 比如说像这种电机上面的这个孔的同心度 和这个外壳的同心度 所以要求非常的高 那像这些的话呢 那我们在模具设计当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来帮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同心度的话 同心度在马达外壳拉伸里面是的确挺高的 因为它涉及到你使用的时候要有转动 转动如果离心的话 里面那个轴它就会甩 会发出异响 对对 就是转动不顺 我们说这个马达壳里面 这个内壁跟这个轴心 同心度 对对 同心度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像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我们这个突台的拉伸 和这个外壳的拉伸 我们设计到一起 就是第一步同时拉出来 同时拉出来呢 因为它保证它同时的话 是可以保证它的同心度 所以我也注意到了 你看这边 从这里开料这里就有一个小孔在这里 那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这小孔呢 起一个它一个定位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呢 我们设计的时候 这刚开始其他冲一个小孔 冲小孔就相当于一个浴冲 后面还会有一个金冲 对 因为你后面直接一步金冲的话 说不定它这个统心度会偏掉 它有一个浴冲 浴冲就相当于起一个小定位 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孔 从刚开始平面的材料上面有一个冲孔 到小小的拉伸以后有个冲孔以外 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拉伸的就是凸台开始出来了 嗯对就凸台出来以后呢 凸台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在第二步拉伸的同时也第二步对凸台整形 嗯 就是第二步拉伸你看这一步 这一步拉伸以后凸台也同时整形 然后这一步空位以后 第三步 我们把凸台压平 凸台压平以后 中间这个孔变大 凸台再加压平 中间这个孔会变形的 所以呢 到了这一步呢 我们在后面的步骤 这一步 我们会进行这个中间孔 轴温孔的一个金冲 保证它的金度 保证它的金度和这个内壁的同心度 对对对 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呢 我们认为一个金度好的马道外壁呢 需要在设计的环节 有很多需要考量的地方 那么这些经验积累呢 就来源于我们在现场 就是多年的这种实际的操作吧 慢慢的跟客户的这个打合当中 聚累下的一个经验 然后把它实施到我们的模具设计当中 那么希望今天这段分享呢 能够对您在马道外壁设计方面呢 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感谢你观赏本次视频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